大家都知道孔老夫子 他有一个弟子叫子路 那个性格豪爽 有正义感 有一年夏天 下了很多场暴雨 子路担心会引发洪水 于是子路一马当先 带领当地的老百姓和军队 一起疏通河道 修理沟渠 当时是大热天 老百姓顶着烈日 泡在污足的河水当中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自然很辛苦 心地善良的子路 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他自己拿出自己的愤怒 实际上就是急需和这种 用现在话讲叫工资了 给老百姓买来了许多的食物 这件事情很快地传到了孔老夫子的耳朵里 孔老夫子听了之后非常的着急 联盟派了另外一个弟子 叫子贡去制止 子路不要这么做 子贡赶到之后 就向子路说明老师的劝告 子路非常的生气 他呢 倔脾气上来 一股劲地就冲到了孔老夫子那里 怒气冲冲地说 师父老师 我是因为下了大雨 担心会出现水灾 才带领百姓们 修筑这些水利工程 我看到他们一个个十分辛苦 饿得没有力气 我才给他们弄一点粥和 谁知道 老师 你为什么让子贡来制止我 那岂不是要让我不去做仁义的事情吗 老师 你经常教导我们 为人要做到仁爱 你今天这样来阻止我 岂不是不让我实现仁义道德吗 我今后再也不想听你的话了 发完这通脾气 子路转身就要走 孔老夫子赶紧叫做他 子路 我知道你在实行仁义 你也是在可怜这些老百姓 那你为何不去向皇上报告 让皇上用国家的库粮来帮助他们呢 老师 你知道吗 你现在用自己的粮食来帮助老百姓 来得及吗 这个时候 父子说 你现在自己花钱来买这些食品 去接济老百姓 就是向老百姓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那就是他们的皇上还不如你对他们好呢 也就是说老百姓会因此认为 你是一个大善人 而皇上却不顾人民的死活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是皇上 知道百姓这样看他 你会怎么样对他们 听完老师的话 子路恍然大悟 原来老师阻止自己 是在劝自己 不要做事越位 于是子路就停止了 向老百姓提供食物 用皇上的粮食 继续发放 避灾祸 这就是孔老夫子经常说的 君君君成成 父父子子 君要向君 成要向成 父要向父亲 儿子要向儿子啊 现在很多的孩子 什么都不听 因为他们的父母亲 就是天天在吵架 他的孩子 怎么会去听他的话呢 所以自尊心太强的人 优越感太重的人 心中是不堪一击的 一碰到问题 就会我执 我怎么办 我丢脸了 像我这种人 怎么见人 这种人 长此以往 他就会得忧郁症 自闭症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